我是胡侃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 今日公布了2018年结婚率的数据 在全国范围来看 2018年结婚率仅为7.2% 这个数字畅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 而且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结婚率越低 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城市是上海 只有4.4% 这将以5.9%成为倒数第二 广东 北京 天津等地区的离婚率也偏低 为什么越富有的地方结婚率越低呢 而中西部城市反倒比发达地区高 是因为越穷越要生吗 其实我们在考虑结婚率降低的因素时 忽略了最重要一点 就是人口的出生率 自从计划生育以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是一直在降低啊 人少了 结婚的人相比10年前肯定也少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但是这个新闻也成了很多情绪的一个发泄口 工作的90后吐槽 结婚率低是因为结婚的成本增高了 比如持续增高的房价 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望房心态 在婚姻市场上失去了重要的条件 比如婚后养孩子 幼儿园学费比大学还贵 孩子奶粉钱等等之类的 所以还是保持单身或者恋爱关系 能尽可能摆脱婚后置贫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 就是国家高速发展 使人独立生存的能力提高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父母那辈人为什么早早就结婚了 无非是搭伙过日子呗 我们想想那个时代的男性缺少做饭 洗衣服收拾家这些基本技能 外面下馆子成本又太高 所以需要娶一个妻子 帮助自己完成家庭内务工作 所以那个年代衡量女性价值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贤惠 而且那个年代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岗位太少了 远不如今年丰富 现在我们饿了可以点外卖 洗衣服又全自动洗衣机 收拾家有终点工 这极大的摆脱了我们对于婚姻的依赖 女性工作机会增多 完全可以靠自我专业技能生存 不需要依附于男性 给大家讲一个动物世界的例子 在自然环境糟糕的时候 动物就趋向于全局生活 在自然条件冲背的时候 动物就习惯于独居生活 比如我们都知道狼这种生物 在动物世界里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狼群 有时候会看到孤狼 狼群一般会在冬天的时候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出来活动的动物减少 狼们只能大伙过日子熬过严冬 到了夏天所有动物都出来活动的时候 狼往往是独居的 因为他凭自己就可以完成捕猎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要把结婚率降低 简单归结于房价高 与而贵影响受据